愛的成員碎珍2月爆出霸凌風波後 Cube娛樂在8月宣布她退團 然而事件並未解釋清楚 讓粉絲都無法接受 團體就這樣少了一位成員 恐怕連成員之間也難以習慣 日前舒嬅在直播中 模仿其他成員的舞蹈時 就差點脫口而出碎珍的名字 而差點提到碎珍的片段之後 也被公司刪除 更坐實了沒說出口的名字 就是碎珍沒錯 段段幾秒鐘舒嬅複雜的生情 也讓網友看了心疼 畢竟一直以來 碎珍都是舒嬅最依賴的姐姐 無論事情的真相是如何 她都是舒嬅家人般的存在 心情肯定是很複雜的啦